国健署建议三餐的主食至少要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全骨及未精致杂粮食物 以摄取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及膳食纤维等营养素 但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111年调查 北市65岁以上社区长者不吃或少吃全骨及未精致杂粮的原因 有36.4%长者表示口感太硬、咬不动 有15.2%长者觉得烹煮不易进而降低接受度 民众不喜欢吃全骨类 但是全骨类又是我们平常营养营业三餐 三分之一都是需要靠全骨类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在今年度结合了营养推广中心 还有内湖国泰、张智兰老师、营养师 那我们推广了如何让全骨类变好吃又是软质 更重要就是像独居的长辈跟上班族如何运用简单的食材料理 可以做出好吃、营养又上手的食物 那大家都知道国能的一个慢性疾病的磊率不断的增加 而且它的磊率不断的下降 那预防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饮食的一个方式跟饮食六大类食物的一个组合的结构 这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式 那在六大类食物的组合结构当中 全骨杂粮类是非常重要的营养来源 大家都知道这个骨类 它基本上来说含有最有价值的部分的话 就是在它的湖皮层跟米糠层 那湖皮层跟米糠层的部分的话 会根据我们这个骨类跟胃精致的这个杂粮 它的加工精致程度不同 它的营养的保留程度就会不一样 那所以基本上来说像草米 或者是说像那个红衣人 这一类的这个全骨类的话 它的营养价值是相对百米来的高的 那另外的话像地瓜、南瓜或者是像植米 它里面所含的这个植化素 那其实含有很好的抗氧化功能 对我们身体健康也非常重要 那所以这类食物大家就知道说 它里面含有很好的这个膳食纤维 那这个膳食纤维除了预防肠癌之外 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另外的话还可以预防这个血糖的一个快速的上升 对血糖的控制非常有帮忙 那所以大家在健康饮食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都不吃这些全骨杂粮类 因为他们还是被老年人来说 维持我们健康非常的重要 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在吃的时候 刚刚主任有提到 我们可能在三分之一里面应该要有这些全骨的来源 才能够有足够的营养的一个供给 包括就是维生素B群 还有在配牙当中的维生素E 以及矿物质 钾跟鎂等等 这些营养素都非常的丰富 那在身体当中的角色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们在饮食当中就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配到这样足够的比例 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尤其如果说 它消化中能退化 它能吃的比例比较低 但是这个时候能够给它高营养的食物的话 就非常的重要 另外营养师张诗兰 也强调要巧作圆形食物 因应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制作创意肉粽 提供给民众参考食谱 当初会想要做这道料理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调查里面 我们在社区调查里面 发现小朋友非常 能够接受的全谷杂粮是植米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担心的是 种植的热量过高的时候 我们就想办法 要把中间的热量一降低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全谷杂粮的 我们全谷杂粮选的植米 之后我们中间的内线 我们选的是乳酪丝 那主要是因为乳酪丝 其实它有带一点咸咸的口感 就再加上紫若米的一个味道 所以它就是会咸咸甜甜 所以老少会比较咸鱼 那我们这边是强调的是说 因为植米它是属于全谷杂粮 会比较硬 所以我们会建议 如果大家在使用这道料理的时候 可以先把植米浸泡一个晚上 这样再来烹煮的时候会比较快 它比较快熟 北市中山健康服务中心 和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合作举办 全谷杂粮用电锅料理体验课程 颠覆命中对全谷杂粮食物 有口感偏硬及烹煮不易的印象 首推制作料理食谱升级版 我是一个七十岁的奶奶 带着我七岁的孙子 来叙述我这次上课的成果 那天我用老师教的食土 使用了拳骨 跟味精致的杂粮做食材 竟然能够简单的把六大类食物 甚至中医的药食同源全部用上 并且只要用一只手指压下这个电锅 就完成了 那天孙子用表情告诉我 那份餐饮的特殊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那么迫不及待 那么狼喷虎咽的吃东西 我情不自禁的就拍下了几张相片 现在轮到我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做这一份资料 猜猜看 这些食物好吃吗 好吃 这次的课程刚好是安排在过年期间 所以呢 我们家里的亲戚朋友是从南到北 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参加家庭聚会 我也用了老师教的菜式做 给我羊羊鸡90岁的哥哥吃 我的大哥对我也是赞不绝口 你真没有想到 我年纪这么大的哥哥 和我年纪这么小的孙子 都能够同样的喜欢这样的食材跟做法 彻底的颠覆了 全骨及未精致杂粮食物 不好吃的刻板印象 他 营养适口 他 简单易做 我对这满意极了 所以 特别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好的 谢谢东奶奶的健身说法 那也就是请各位媒体记者们 帮我们广为宣传 那我们这一次 这一个食谱限量500份 那我们在106年也有第一版的食谱 是高纤的食谱 所以在这次记者会后 我们500本 有兴趣的民众们 可以洽询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以外 我们中山区有42个礼 所有的礼办公室 现在手上都有这个手册 所以欢迎民众们 可以踊跃来搜寻